今天带班戈出来 班戈可以说我家的狗总结出来就一个特点 丑 尤其是我家的使兵阁 那更是丑得出了一把脆的 但是吧 你要是论起丑来这里边 班戈那肯定是独占凹头 是不是班戈 但是啊 虽然很丑 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它 为什么呢 因为它轻化 像班戈这种狗 它这种轻化是千生的 六个月的时候训过它一个可母座 然后出去 带它出去过一次 就如此轻化 最关键的是一直到现在 因为它之前从笼子里跑出了过几次 这个狗得给我大小 得给我祸祸了六十多个鸡 就这个狗啊 祸祸了六十多个鸡 所以我就常年处于一个关机密的状态 但是吧 前年我把它一下子放出来 哎哟 前年还是前年 还非常轻化 正常的狗 尤其是像我的狗都没训练过的 正常的狗你把它放出来 它先 先乱窜一阵 就是发泄自己多余的精力 半个步 出来它也跑 但是你叫它就到 真的随叫随造 这是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素养 而让狗随叫随造 这是作为你一个羊犬的一个犬主的一个最基本的素养 有些狗的轻化是牵手的 像半个的轻化 有些狗的轻化 发了 滚 像发了 这是教育出来的 发了的轻化是教育出来的 这小时候也是个小魔头 是吧 但看半个你看 我拍这个视频之前 刚才我那个在美口那 拍了个开头 我用手机编辑了半天 然后发了一下 发了个朋友圈 然后这狗就一直就在我这附近留打 就是老是坐着 你有时候这样的狗 你领着出来留你都感觉很抽人 是吧 你自己活动活动 它就像这样自己活动 半个回来了 它就看见东西了 可能是看见鸟了 它猜什么 不然的话它就老是这样 你看那眼瞅着 它虽然瞅着 看这大眼蒙 说一下半个 半个是知识配宾哥的女儿 当时这一窝呢 全部去做了几种犬 但是它没有 为什么当时人家来看狗的时候 说哎呀 说这狗不行 影响景容 它小时候 这货可能是从小就特别 就是还没中一眼 那会就特别切皮导弹 然后被他妈踩去一个耳朵 我当时想踩去一个 就踩去一个 是吧 自己留着玩 大不了 然后等它做完三针一秒 我心思去橙谷剑 把那边给踩去 然后橙谷剑说 这不行 这个耳朵上毛细血管太多 止血不好止 除非你用那个剑烙起烙烫住它 哎呀那不行 虽然麻醉也是太痛苦了 说这样养着吧 那就这样养着吧 小时候它身上是白的 成年之后你看反出 全反出一些黑斑了 所以我给它取名 斑个 它身上你看着有些这个 黄不拉几的这颜色 因为在铁笼子里养着嘛 铁笼子里养着 夏天我降温就是弄那种雾化喷头 把它搁里头 然后肯定有铁锈蹭的 买了个剑推子过几千把我家使兵阁 统一的给它推一推 你看 Follow跟我出来的多 他就知道自己该玩玩 说一下Follow跟班格的关系啊 这是祖孙俩 Follow是老了 班格是 是外孙女儿 班格你怎么这么丑啊 你怎么这么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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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丑 自己玩去吧 有一个班格的视频我一直保存至今五个半月的时候五个月的时候从一米半的笼子里蹦出来的一个视频 那会儿得五六年以前了吧 画质是很粗糙 画质是很粗糙 你现在的眼光看画质是很粗糙 你有时候啊 所以我有时候就说 这个血腾太重要了 知识 知识十一岁的时候 那会儿我那边那个渠道还没盖住 然后你扔个球滚到那渠道里了 知识两米多高的渠道 十一岁的知识是直接翘下去 哎呀直接把我吓坏了 好在没事 班格 随叫随造是一个狗的基本素养 让狗随叫随造 这是一个犬主的基本素养 我希望大家羊犬都能做到如此 如果做不到 请你不要 是吧 像我这样撒着 我这样撒着也无所谓 为什么 看我这 这是一处闲院 看这全是树林 全是树林 这地方 轻易见不到人 能见到的也就是我的几个邻居 这种地方你可以撒撒是吧 你去闹树区啊去城里 你千万别撒着 哈班格 看follow又弄一身这个 什么回来了 嗯 班格过来 我光 我光动 我光 班格 来 哎 来 我光动班格啊 哎 follow很奇怪 竟然不种宠 来班格 哎 follow竟然不种宠 难道他知道这是他外孙女 好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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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